好 大家好 我是BianFan 好久不見了 各位 來 我們今天不講攻略 不講內容 我們來講儲值 對 身為一個基本上沒什麼在儲值的玩家 講儲值的東西是不是有那麼一點特別呢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首先我們今天有月卡的情況下 我們是不是都可以在這裡重新重置一下咱們的手儲呢 可是這個時候如果我要儲下去的話 我們只能硬花花的花上3290 就算啦 我今天運氣好一點 也不能說運氣好 就算啦 我今天從PC Home上面買點數好了 我們買的也只是買卡點數 買卡點數能幹嘛呢 我們就是丟到官方裡面的儲值金額這邊裡面 然後這邊是 雖然說TW150 但是他們儲值管道只能有買卡 最後我們必須從這邊買買卡 然後再到這裡 然後賺的是PC Home的一點點的回饋金 而且最重點的事情是 我不會在這裡買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在這裡買他就只能用鑽石而已啊 可是我要的是這個手儲加倍啊 對啊 因為我要他的鑽石以外 我還要他的水晶嘛 你說是不是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辦 去拿到便宜的金額呢 好啦 這邊我們不提的是代儲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是沒有接代儲的人 那我們就來稍微講一下 我要怎麼去拿到稍微便宜一點點的 遊戲內的儲值的部分吧 就算今天只有儲值一單也算不錯嘛 你說是不是呢 OK 走唄 好 那這裡呢 我直接開啟一個全新的模擬器來示範一下 那應該有makeup的人應該知道我要幹嘛了對不對 好 沒關係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首先呢 我們先打開我們的browser 就是我們的礦模擬器 然後呢 我們把我們下方的連結呢 給他點上去 就可以來到我們華為應用市場的優惠的地方啦 那我們這邊呢 直接往下拉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真正的優惠呢 是在於這個位置 我們真正的優惠呢 就在這個位置是3290可以剪掉3290 簡單說算是打9折的優惠了 幫你去掉尾數 也不算是一個不小補啦 沒有到9折那麼優惠 大概是91折 92折 差不多這個樣子 那我們這邊要怎麼去領取這個優惠呢 首先呢 我們必須要下載華為應用市場 我們直接點下去 它會給你出現一個APK 反正就按下去就對了 不用想太多 如果不下載的話也可以在外面下載 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開啟它 在模擬器呢 應該就可以直接安裝好了 沒有錯 我們這邊等它安裝一下 好 那這邊安裝好之後呢 可以看到咱們的華為應用程式已經在這個位置了 可以看到這個時候我是沒有先下載RO的 因為我剛剛一直發現一個BUG 我在右下載RO的情況下再用這個東西再下載一次RO 會出現一點點的問題就對了 那這邊我們進來華為應用商店之後呢 我們第一件要出的事情是一樣 跟Google Play一樣 我們要註冊我們的帳號 好 那這邊其實我已經註冊好了 那我們直接按到下一步 然後註冊完你的帳號就OK了 好 我們登錄完之後呢 沒錯 大超下一抽 那我們這邊呢 就直接下來 咱們新世代的誕生吧 我們直接打RO 應該就有了 來 走唄 好 我們這邊直接安裝 那我們就等它一下吧 好 那在等待下載的同時呢 我們可以到華為應用商店的APP上面 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去領優惠券 好 我們這邊呢 可以看到我們如果在Chrome上面要點擊的話 基本上是不能點的 沒錯 我們必須要到應用商店裡面點才可以 來 我們回到應用商店裡面 來 這個時候呢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小小的RO 我們直接給它點下去 好啦 這個時候呢 就會跳到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有那麼一點點的尷尬 對 要用手機或平板要橫過來才可以 那我們現在模擬器要怎麼辦呢 很大多數的模擬器應該都有這個功能啦 就是有直轉橫的這個 我們只要給它點下去的話呢 就沒有問題啦 好 那進來之後呢 對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畫面啦 跟剛剛的Browser一樣 但是呢 在這裡呢 就可以做點擊跟領取的動作啦 來 我們一樣給它拉下來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優惠券了 不過這邊我是已經領滿了 當你家安全很像沒東西對不對 其實有 它跳出了一個視窗 沒有耶 原來我這個賬號還沒有領滿是不是 我已經成功領取優惠券了 我已經成功 所以應該是可以領取10張 沒有錯啦 對 我們這邊就直接點 我們要一直重複點 直接給它領滿10張 有了 這個時候叫做 今日的10張優惠券已經取完了 啊 對啦 一天有10張啦 兩天就是20張啦 來 我們這邊確定領取完之後呢 我們下面這個是不用領取的 它會這邊只要除滿9000人的話 就會自動獲得 那我們這邊就不用去管它 然後那這邊我們領取回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畫面 其實還是橫的啦 那因為是模擬器的關係嘛對不對 如果我們要跳回來的話 我們再按一下我們的模擬器的旋轉 我們就可以回到正確的畫面啦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還可以領取一個安裝禮物 欸 對 這個功能 小小的東西 不無小補啦 這邊還有一個仙境傳說助力禮包 有自動吊幹一個單人票一張 雙人票兩張高級礦稿一個 跟活力藥水兩個 中間這三個我覺得還好啦 但是不錯的話是有自動吊乾 跟活力藥水啦 活力就是水晶嘛對不對 自動吊乾就是讓你少手動一下 有筆沒有好吧 你說是不是 好 那這邊我們直接給它按下複製兌換 但是因為呢 我還沒有下載好這個遊戲 那我們就來給它稍等一下唄 好 那如果我們今天已經安裝完的話呢 我們把安裝禮物再回來按一次 我們直接按下複製兌換 遊戲會非常貼心的 直接把你把RO給它開好 好啦 自此自終呢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熟悉的畫面啦 有沒有 這邊在選擇燈籃的話 就可以看到我原本的賬號 大頭下雨頭回來啦 啊 對 一樣的地方 但是呢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呢 就是在於儲值的地方啦 好啦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直接給它印除一次來感受一下吧 首先呢 我們這裡按下儲值 到這邊都還沒有一樣 我們按前往我們要儲值的3290加倍券 剛好我要加倍 那廠商又來 那我們就來一下吧 然後我們按下同意之後 好 這邊就已經有了 當然你要確定它有優惠券 如果今天還沒有領到的話 可能要先暫停一下 去看一下確切有沒有這邊扣掉 有扣款的話就代表說 你今天只要付3000塊就好啦 那這邊呢 官方是有說 一天可以儲值10次 那不過 那很像已經跟我沒關係了 好 那我這邊呢 我們直接用網頁版來看一下 可能會比較明顯一點點啦 那這邊呢 可以說它活動是8月8號啦 我自己湊過廠商的消息 他們是說到8月26號 那就看實際情況到底是怎樣 但是至少應該在8月8號前 都是可以用的 然後最高儲值優惠有5折 這個東西是在哪裡了 來 我們來給它看一下 首先呢 我們這邊是儲值滿3290-290對不對 再來第二重活動呢 是如果你今天累積儲值滿3單的話 上面這個用3次的話呢 才會給你某一個半單 就是1690減半的優惠 那減半優惠呢 就是原本1690變成845塊 那845塊其實可以繼續一頓大餐嘛 你說是不是 好啦 那領取說明呢 基本上我剛剛就已經介紹過了嘛 我們就直接到遊戲裡面去唄 好 我們回來遊戲的畫面 我們到這邊確定有3290 那我們就一樣新增咱們的信用卡 走唄 好 這邊全部都輸入完之後 當然這邊我會全部馬賽克 這露出來還得了 來 我們付款鈕給它按下去 好 那接著呢 就是一般的儲值流程啦 不過算是有點像在網路上購物的流程啦 比較不像是在遊戲內購物的感覺 它把我拉到我遊戲外的樣子 好 我們這邊點擊送出之後 應該就是沒問題了 我們等待一下 有了 已經給它扣款3000塊 而且又優惠290塊 我們就去看一下遊戲裡面 到底怎麼樣唄 卻是不是真的有給它拿到 我們這邊給它等了一下 我們再重新整理一下之後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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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跑一下 有了 22萬 而我的水晶呢 現在有330萬 我應該是可以去買金卡了 沒錯啦 22萬的話我們來給它看一下 俄賽里斯奏卡的 還沒有 現在一張都沒有賣 怎麼會這樣 那就再說 我們之後再慢慢來儲值 看要怎麼辦 好啦 那唯一的缺點呢 有啦 還是有啦 就是如果你本身是有在收集 Google Play點數的話 用這個方式儲值的話 是完完全全沒有這個東西的 對 會少了Google Play 但是我拿到這邊的優惠 如果要比的話 我會覺得可能第一單 以我而言 我可能就儲值完這一單 欸 那至於9000塊 要不要去儲下去 我還剩下6000塊嗎 對不對 會有一單再去折損842塊 但是 接下來的儲值呢 就沒有手足加倍了 那其實有那麼一點硬就是了 對 畢竟我只有鑽石而已 我要的話基本上 如果我這樣下去的話 基本上是等於儲值買進裝 我覺得這樣就有點不划算 反正遊戲嘛 慢慢玩就好了 好啦 那就看個人怎麼樣啦 所以說我們連這個都可以去儲值 如果這個都可以的話 其實還蠻划算的嘛 對不對 自己就是自己的 呃 好不要講 反正至少我的帳號都是在自己手上 我沒有經手他人就對了 對啊 3290 這樣這一包的話 原本三倍的話 我們再打九折 這樣的話按照價格的話 這一包應該變成3.3倍沒有錯耶 最後看有沒有要買三這包的東西 如果要買這包的話用這樣子的方式儲值的話 你買十包 你買活動到底的話 總共有七天 這樣一天可以省六百塊的話 總共就是省了六七四十二 就省了四千兩百塊 其實還蠻多的啊 但是如果今天六百七十塊還能折嗎 如果六百七十塊你能折的話就很兇了 沒有啦 不行啦 他都是專門的就對了 不行不行不行 全都是專門的 全都是專門的 我不能一口氣買五包這個 這樣好可惜喔 哇 如果他是儲值這個的話 我就給他買滿了你知道嗎 好啦 那就之後再說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是皮爾夫愛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加小鈴鐺 那Discord已經開放囉 連結就在影片下方 如果想要加入 可以跟我一起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就歡迎進來吧 對 雖然我很少出現就是了 是你來說 一旦給他 讓我吹� –掉 不會一陷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